之前一直有朋友说,让小萨做一下国际版新僵尸介绍,小萨懒挨饭了一直没弄,本期视频简单来说咯。 1.游乐园浦江,这个僵尸没啥特殊,就像是游乐园的一般苦力。 2.游乐园旗子,这个僵尸举着大脑旗,有点像马戏般的班主。 3.小丑路障,这是游乐园的路障僵尸,没啥特殊的,不会反弹豌豆蛋,是游乐园里半小丑的而已。 4.游乐园大象铁桶,是游乐园的三级头,同样的,它的三级铁桶也能被磁力箍吸走。 5.游乐园小鬼,就是游乐园装扮的小鬼,没啥特殊的。 6.双包胎小鬼,这里就比较特殊了,是一个连体鹰小鬼,因为是小鬼,所以它能被缩小子罗兰直接干掉。 但是吃了小鬼离不会,还会炸出两个游乐园小鬼,这不就和滚筒一模一样了嘛。 7.游乐园四级头,这个四级头,乍看上去没特殊,其实头盔里藏了只猴子,头盔破了就会跑出来,跑得飞快来攻击植物。 和其他动物僵尸一样,遇上小鬼离就挂了,不过猴子也可以被魅惑的,血量比僵尸鸡和冰柚要高。 8.游乐园大炮,这个和小鬼炮差不多,可以发射小鬼出来,不同点是,这个大炮发射一次就挂了,而这个小鬼呢,和游乐园两种小鬼装扮还不一样。 9.喷火僵尸,现在大家喜欢称呼的火爷,这僵尸可以算火把的变种吧,隔着两个就能对植物喷火,造成高额伤害。 9.如果胡子上的火被熄灭了,那么它就不能再烹火咯。 10.魔术是僵尸,游乐园里会变魔术的僵尸,拥有把僵尸传送走的能力。 10.同时呢,还会取下帽子,用魔法变出三只白鸽,把前面的植物给带走了。 10.变出来的鸽子呢,也是能够被吹走的。 11.高鸟僵尸,高鸟僵尸可不得了,这家伙呢,可以直接从植物上穿过去,能拦住非性能僵尸的高坚果,它也直接穿过去,而且它具有野人僵尸的特性,能够免疫飓风肝囊的吹退,受伤害高鸟会烂掉,这时候就不能穿过坚果了,也可以吹退了。 10.全息坚果大招,屏障也挡不住它,缩小子罗兰也可以碎掉它的高鸟。 12.游乐园巨人,手里举着两个一千磅重的铁球,砸下去可不得了,在巨人的背后呢,是双胞胎小鬼,而不是游乐园小鬼,这一点还是挺特殊的。 13.游乐园江王,江王的话没啥特别的了,进场方式是西部江王的轮子进来。 13.攻击方式呢,又是海盗江王的小鬼炮发射小鬼,主体的箱子里有好多黑眼睛,不知道观者的是些啥东西。 13.那么各位同学最喜欢游乐园系列中的哪只僵尸呢?欢迎留言告知小少哦!感谢各位的观看,拜拜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